杨超越在网络上的一个小短片,虽然还很年轻,但是却有着一种罕见的名物。 上一次,他上了一个综艺,被一个主持人问,要超过你,赶紧交往。 他说,我不喜欢,我要赚钱,还说什么好工作难求,什么时候就有个男友,几千个刚毕业的人,都想要和你竞争,这还让不让人活了? 其实,杨超越现在的人气很高,他现在的日子要好过很多,但也不会被金钱和名气蒙蔽双眼。 我去看了不少关于杨超的访谈,他说的都是最好的,人是一种很实际的生物,很多时候,我们会根据他的财力和身份来判断一个人。 他说,他很赞同,大方的喜欢金钱,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,而是一个女孩子的自信,真心相爱的人,会有人生的回报。 他说,世上有许多好事,都是公平的,生活中要抛弃的事情太多了,要不就太累了,没有幸福生活的人大多是贪婪的,他们渴望得到一切,渴望得到大量的金钱,渴望得到更多的爱情,渴望得到世上一切的一切。 可实际上,越是这样,越是不开心,曾经拥有,便会恐惧,还不如经常离开,和陌生人道别,远离无关的东西,哪怕是那些已经不再需要的衣物,也不想被强迫地留在衣橱中。 所谓分手,并非单纯的道别,更重要的是要让你的心境,你的情感,你的爱好,你的一切,多一点地爱护自己,不要再去干涉别人,要适度地净化自己的心灵,这样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平静,更没有恐惧。 世上的好事,总是会公平地分享的就算你没有得到任何的奖励,人生也会用不同的方法,让你明白,付出的代价是什么,多一点地爱护自己,不要去干涉别人,要适度地净化自己的心灵,这样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平静,更没有恐惧。